今天我想和大家前瞻看看 就是歐元在2025年的首季的變化 早安 今天是2024年12月9日 星期一歡迎大家收看《財經早餐》這節目 按牌面看 進入2025年 我們看到對歐元的匯價因素可以說是相當不利 法國政局雖然暫時被過了一劫 但很難說真的穩定下來 去到明年2月23日 德國又將要提前舉行大選 德法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 他們的政治不穩定可以視之為不利歐元匯價的因素 歐洲有政治內部有政治不穩定 外部又要面對著來自美國的關稅政策帶來的衝擊 以及俄羅的局勢帶來的不穩定等等 大大增加了歐元前景的變數 市場最不喜歡就是不確定性 歐元作為美元以外最大的貨幣 如果歐元弱的話 即是美元有機會走強 不過在我看下來 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值得關注 德國今次的大選可能會迫使 德國政壇作出重大變革 有當地的評論更加形容 今次德國的大選可以視之為是一個冒實之選 甚麼意思呢 即是選出來的政府很大機會在日後 所走的路線將會更符合德國的利益 而不只是基建於各個意識形態至上 再看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 如果美國真的要把關稅的大棒打向歐洲 或者一時之間會對歐洲的經濟會帶來衝擊 但之後可能只會令到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更疏離 如果美國一旦失去了歐盟這個重要的盟友 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相信將會受損 以及有機會同時動搖美元的全球領導地位 最後再看回俄烏 由於當中的問題可以說錯綜複雜 質疑特朗普上任後 是否真的可以盡快解決當地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能夠解決 對歐洲以至歐元來說 就不失為一個利好因素 當然論牌面來說 歐元若是可懷不爭的事實 但如果等待到特朗普在1月20日上任後 尤其是在德國大選後 如果歐元仍能夠守住在現在的1.04至1.07美元 這個範圍裏面的話 這時候可能我們真的要對歐元另眼相看 再看今星期市場的焦點 將會轉移到今星期三 美國公布的CPI的通脹數字身上 這個可以說是今個月19日 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之前 是最後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數字 值得大家關注的 按市場估計 美國11月份的CPI的連通脹率 是有機會攀升到2.7% 再看回10月份這個數字就是2.6% 如果是屬實的 相信雖然通脹是上升了 但也不足以影響到聯儲局19日 減息25基點的行動 再看回以息來說 現在市場估計 聯儲局在今個月19日減息的機率 現在達到85% 好了今天說的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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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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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